我帮你俩上过来 哥 快来救我 我喝醉了 在海鲜大酒店里 喂 十四 十四你怎么了 十四绝对不能有事 铁柱跟我走 好的 老大 老大 等等我 你好 见过这个人吗 这个人 对不起 没见过 不是 我妹妹现在有危险 麻烦你帮我看一下 对不起 酒店要保护客人的隐私 真不能告诉你 我惹你个DJ 你们难道没有看到 几个男的把一个喝醉的女生带上楼了吗 这要是出了事情 你们酒店能负得起责任吗 先生 这不是还没出吗 你能不能别在这里捣乱了 否则我叫保安了 我惹你个DJ 什么叫还没出事 等到出事就晚了 就是 你还有没有良心 理解 要不 这种事情我也见得太多了 别忘了 毕少爷给了你一万小费 把你们经理给我叫出来 再晚就来不及了 保安 保安 这里有人捣乱 小子 你是呀 刚在这里捣乱 怕是招错了地方 闭嘴 再废话 老子请你吃火锅 小子 你干大窝 知道这的酒店老板是什么人吗 那可是别还赏梦的会员 今天老子们在这里弄死你 也没认干关 冰海伤忙 特末的 这不是昨天周二求了我半天才入的会吗 我还掏了一千个亿呢 钱多多的酒店是吧 我马上给他打电话 且 那个华为妹特擦屋在那装木作样 不知道是那弄来的租装机 撑大你的眼睛好好看看 这华为妹特擦屋是我左下脚领的 现在现实专场 左下脚加码了3000份华为妹特擦屋 还有不限量华为妹特60铺若当保底 全是顶配新机 连苹果都没有 苹果当然有 左下脚除了华为还多准备了8000份苹果 15铺若麦克斯和1万份一派Pro可以领 都见着有份 小子 快说这么领 从我视频左下脚进去下载好 上线装备系统自动优化 再配上手冲送的神武 战力暴涨几百亿 两天直升四百集 这手机平板发货都比别人快 你们俩赶紧给我抢一个 13先生有何吩咐 朱少 钱多多在不在 叫他接电话 13先生出什么事情了 我妹妹被人灌醉 现在在她的酒店里 你告诉她 我妹妹要是少了一根头发 我会让她后悔来到这个世界上 什么 13先生的妹妹在我的酒店 13先生 真的对不起 麻烦您把电话给保安 小子 你还敢在这装呢 老子都你信不信 哼 装 你继续装 喂 你是那位呀 你是不是要警告我们 如果不乖乖配合这位先生 就会有很严重的后果 就是 我好怕 要不你来打我呀 我是你爹 你是哪个狗系东 包上你的姓名公号 信不信老子弄死你 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 大哥 你怎么了 是董事章的声音 大哥 你耳朵出问题了吧 怎么可能是董事长的声音 董事长日理晚级 怎么可能给你打电话 春火 老子残家观念会 听过董事章显唱僵话 绝对没有错 他竟然能跟董事长联系 到底什么人啊 大哥 他是真有实力啊 我令曹华为没特差务了 左下角 是我让厂家开的专属链接 当然快乐 等董事章 报案对战 忘符贵 想念报道 请问您有什么吩咐 我吩咐你个大西瓜 马上给你们面前的那位十三先生 跪下道歉 然后听从他的命令 你们要是做不到 老子命你全家 听说这欠 总在干政党 省一支欠 可是道上混的 行恨输了 被他顶上 绝对不会油耗下场 董事长 我知道了 我一定按照您吩咐的去做 是咱先生 萧任忧烟不是泰山 求你绕了窝门吧 特么的 别废话 马上找到我妹妹 她要出事 我把你们这里 移为平地 是是是 我马上唱 马上唱 快快快 干净唱 刚才拿过任凯的 那个放箭 有这么着急吗 怎么样 查到了吗 查询需要时间 不是 你怎么这么磨叽 哎呀 你急啥呀 有本事你自己来查呀 你在那里 和我一个女人干嘛 你还是不是男人 我扔你个DJ 你 十三先生好 我叫方言 刚接到钱总的电话 您叫我小方就可以了 马上让服务员查到我妹妹 在哪个房间 不要再跟老子浪费时间 我的忍耐已经快到极限了 十三先生 您息怒 我马上查 马上查那些人在哪个房间 经理 这个人一看就是骗子 我们还是再调查一下吧 毕竟这事里面有毕少爷 我丢你个洋芋 你个老班就是怕我们死得不够快吗 那么的 赶紧给老子查 经理 别打了 我错了 我马上查 给你一分钟的时间 查不到老子弄死你 查到了 888号房 给老子滚蛋 把他给老子扔垃圾桶 其余人跟老子上楼 是 经理 都跟我上 毕少准备好了 嘿嘿 白姐那姑娘果然没骗我 这小美女长得确实国色天香 看来老子今天运气不错 恭喜毕少 今天又是良辰美景 不错不错 当上 你们干什么 暴力踹门 想入室抢劫吗 哼 闭嘴 小卡拉米 都给我上 忘死力的 你们是酒店的保安 你们这些看门狗 来这里干嘛 知道谁在这里吗 他妈的 竟然还敢把我们看门狗 真的是不知道 私自这么些 都给我打 冲啊 住手 我爸是毕老虎 你们特么的感动老子的人 我管你毕老虎还是纸老虎 混蛋 你敢打老子 我让我爸弄习你 土尼阿木 话都说不清楚了 居然还敢威胁人 狗鸭坐飞机 大哥 别打了 别打了 你们为什么打我 说 十字小姐在哪里 不 不知道 说 在那边 叮叮叮 妈 快来救我 我在海鲜大酒店被人打了 什么 谁敢动我儿子 我马上过来 贤老板 我儿子在你酒店消费 听说被打成了重伤 这是您必须给我一个解释 比老虎 你儿子今天差点害死我 老子还没找你算账呢 你还敢跟老子叫 杀 贤哥 这到底怎么回事 我儿子不是那种不开眼的人 他不可能招惹您 冰海商门 你知道吗 杀 什么 这是难道与冰海商门扯上关系了 冰海商门 昨天在周少的介绍下 出现了一位百级会员 什么 百级级会员 您开玩笑吧 十级会员哪都得要花费一百亿 这百级会员听都没听说过 那岂不是得 没错 那位大佬花费了一千亿 什么 一千亿 我的妈呀 这是哪位神号 这么有钱 钱少 我儿子不会是惹到 没错 那位百级会员的妹妹 被你儿子带人绑到了我的酒店 哼 这么的 你儿子那个小畜生 你平时都不知道管一下吗 老子这下被你害死了 钱老板 您帮帮我 这是我真的不知道 都是那个小畜生干的 与我无关啊 你求我没用 连我都要去跟他道歉 你自求多福吧 钱老板 您带上我 以后我给您当牛做马 我伺候你一辈子 大哥 这币总到底得罪了谁啊 居然被吓唬成了这样 是啊 平时在我们面前 跟土皇帝似的 现在卑微的 像是一条哈巴狗 这丫头 哥 说是哪里 我在做梦吗 你喝醉了 被人带来这个酒店 幸好我及时赶到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我就和闺蜜白杰喝了一杯 怎么可能会醉 什么 就喝了一杯 那你闺蜜呢 老大 是酒店的老板过来了 让他们过来吧 爸你来了 你快救我 特么的 你给老子闭嘴 十三先生 今天的事情很抱歉 请您原谅 逼老虎是吧 你儿子敢给我来赢的 你自己看着办吧 十三先生 这你一直干的事情 我丝毫也不知道 您放心 我绝对不会偏袒 十四走 我带你去吃饭 嘿 老大等等我 叮叮叮 哈哈 你快救我 嗯 畜生 给我死来 冲啊 别怪我 儿子没有了可以再生 老子要是没有了 那就什么都没有了 咦 咦 你 看不过 咦 我